哭过 笑过的留学岁月 您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 背负着家人的期待 远渡重洋 出国留学 在澳洲刻苦奋斗日子 在澳洲年轻奔放的岁月 让澳洲留学心情点拨 记录你在澳洲留学的真实点力 哈喽所有朋友 欢迎收听的是 由澳洲多元化教育中心处 AMEC工艺赞助 在澳洲留学网络电台播出的节目 我是Ea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听听看他的故事 或许很多朋友觉得说 如果我之前花很多时间在玩 或是没有把重点是放在课业上面 我今天绕了一圈之后 我想要继续 不管是在国内 或是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地方 我想要继续追求 我人生另外一个境界 或是想要让我的学历 往前更加分 学习到更多不同的专业知识的话 那这时候的我 会不会太晚或是来不及 今天听到他的故事之后 我相信应该会给很多人 很大的强心争容 不管什么时候学习 其实都不算晚 只要你有个心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请到今天的故事人物 Jason Jason你好 你好 到澳洲这地方 代表多久时间 五年 已经五年的时间 什么都不会 当然就是什么都 尽量找人帮忙之类的 那可是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是 好人 对 因为也常听到背包客 被那些房东骗了之类的 这是 实有所闻就对了 那所以你当时进来的身份 你是Working holiday进来 还是就是直接来念书的 我是学生签证过来的 学生签证 那所以那时候你进来的时候 你就直接进到学校念书了 对 我来的时候我是台湾念完高二 然后出来 然后就接他们高中 这边专科念高中的学历 是 你那时候来会不会发现 课业跟不上 或是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很吃力 因为我是选平面设计 那但是刚来第一间学校 它比较广 它不是专科 就等于说它有商啊 有数学那些的 刚好是我非常弱的一盘 所以之后就念不下去 所以转学 是 这样的时间你 挣扎了有多久时间 第一间学校好像大概了半年 半年 那时候就换了一间专科 专门学平面设计的 那那时候的你有觉得说 学习之路比较好走一点吗 那时候专科 对对对 进了专科你会发现 因为那时候我是进去 我们小时候进去学东西 所以感觉自己 就是东西都做的不怎么样 可是进去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学生 其实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又会受到一些挫折 对 因为跟好像我们传统印象当中 认为的澳洲人的 不要说澳洲人 就是国外程度有点落差 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在台湾你受到一些教育 或是不管是技职方面教育 等等这方面 好像出去外面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你很容易就成为班上的第一名 或是前几名的 就你发现你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程度上很大落差就对了 其实外国人他们的专科非常强 我发现非常强 所以那时候的你有再度的灰心不到吗 真的蛮大挫折的 你就会觉得明明是同一班的同学 怎么做出来的东西比别人差那么多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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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有再度选择再转学吗 呃之后平面设计念的一个段落 就换了一间学校念摄影 嗯哼 对但是 摄影那间学校也是变成 呃有一部分的学生他们是 学去学第二个技能这样子 是 所以要么他们已经是 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事业的 然后对摄影有兴趣所以又去学的 嗯哼哼哼 这一部分就变成同学比较 比较少 因为很难跟那些 这年龄的差距所以 变成在交朋友这方面的问题 嗯哼哼哼 所以那你一路走来哦 包括连到现在 现在你还在念书吗 嗯对 那呃还是在念 念原来这学校还是在继续转学 呃念摄影这间学校 是这间学校 你再觉得在五年下来的时候 你除了语言之外 你觉得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 对比如说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即将来 也是要来澳洲这边念书 或者是他可能有考虑到 那多多少少内心都有一些疑惑嘛 或者是对内心会有一些 呃比较恐慌的地方 那呃就你的这边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你自己的经验 如果念书 当然是最好认真的查清楚说 到底哪间学校 他这个科教一些什么 是不是他的 都是你要学的哦 嗯哼 那再来可能就是语言的方面 当然真的 要有一定可以跟外国人沟通的程度 不然到时候变成 来这也是一直跟华人相处的话 其实英文也不太会进步 你现在本身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哎我本身是跟非常多的华人相处 非常多的华人相处 所以你这五年下 你觉得自己的英文还是 就果足不浅吗 还是说小有进步的阶段 当然是比五年前好 但是相对这个进步的比例是非常的 以上节目是由澳洲移民提供所有专业移民及签证申请顺席 并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署AMEC公益赞助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留学及移民申请问题 你可以来信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署AMEC 或者上我们官网www.amecnews.com 和我们进一步联络